抱歉 刚才没有说清楚来由 就把你从录影棚带走了 是我的问题 没事 你生气了吗 说实话 有一点 我当时就在和编导讨论节目流程呢 对不起 我以后会注意的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件事情 你知道了并不好 现在必须要告诉你了 听着 在没有解决前 务必不要生长 我保证 明天早上 局里接到了匿名电话 匿名 预告今天在录制现场 会有炸弹 警方已经包围了现场 正在排查 炸 炸弹 所以说现场的人 都会有生命危险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行 我得回去 他们很多都是我的员工和合作伙伴 先不要急 把你带走 也是因为要和你说清楚这件事情 我不该害怕的 一定配合 疏散人员 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正如你说的 他们都是你的疏人 好 原来是这样 是我误会你了 没关系 现在现场情况怎么样了 暂时并没有派查到异样 而且 我们也查不出 那通电话的来源 为了万无一失 节目还是要停止 由你来疏散人员 好 我现在就来 你跟着林警官 不要乱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